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Zu DIY 好久没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之前忙于一些别的事情 现在呢,准备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好的视频 那么这一期呢,跟大家分享这种盔甲石ArmorStorm做的围编 这个围编呢,实际上是我去年做的 因为当时呢,可能感觉这个跟那个日本花园呢,做的有点类似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更新 但是后来想呢,这种围编呢,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因为确实呢,比较美观 而且呢,这条小路呢,大家看过来 有一种取静通幽的感觉 这种盔甲石围编呢,最大的好处就非常非常的自然 那么这一期的小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么样去来打造这个围编的 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想走一圈 去看一看我其他类型的花园的围编 好,大家看到这个围编呢,是我三年前做的 那么它的BASE部分呢,是用那种水泥砖 有两个空心的那种 然后上面呢,是用2×8的板材做的 现在呢,已经三年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状态还非常非常的不错 今年我刚刚给它又上了一遍防腐油 所以还是蛮好的 那么这个视频呢,是我这个频道呢 官员量最大的一个视频 超过了20多万 对于我们这个小频道来说呢 已经是,我是非常满意了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围编感兴趣呢 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回答一些问题 有一些网友呢,就问说为什么要加这个顶板 实际上我的经验呢,就是任何跟草坪接壤的花园呢 都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围编 因为草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人造的景观 如果它的围编不清晰的话呢 就会显得非常的凌乱 那么我加这个顶板呢 其实也就是为了让这个草坪和这个花围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线 是一种直线的几何图形 当然不管是直线还是弧线 那么这个清晰的界线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的网友问呢 这个中间那个两个洞 原来种花不很好吗 当然也可以 但是这样呢,这个花长出来以后呢 可能这个草坪和这个分界呢 就会显得非常的凌乱 就没有那么整洁 后来试试证明呢 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好,大家看到 这个我前院的这个围编呢 是用枕木做的 枕木呢 是以前修铁路用的 就是垫在那个铁轨下面 枕木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像这些呢 因为有一些旧的铁轨要拆除掉 所以加拿大像这种枕木 还是挺多的 而且非常便宜 大概有一根呢 可能几十块钱 非常便宜 这种枕木是很重的 这样一根 应该有两百磅 差不多一百公斤 用它来做围编呢 还是不错的 非常耐用 基本上它的边缘呢 还是很整齐的 非常clean 然后呢 它就是有一个比较自然的效果 你看这上面有一些裂纹 这些枕木应该都有几十年了 我是从那个市场上淘来的 这个做围编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施工起来非常方便 下面铺一点小碎石 然后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种枕木的围编 非常适合这种比较自然的设计 你看这种有一个大裂口 我还可以放一个花园用的地灯 那边又长出一个新的小绿植 所以它看起来呢 就非常的自然 大家看到这种围编呢 是一种塑料的 草坪的围编 非常经济实用的一个选择 把它用这种钉子 钉到草坪上就可以了 基本上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可以 明显的可以看到 它的界线是比较清晰的 草坪和这个石头花园的分界 非常的整洁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容易 这个边缘呢 容易变形 你看这个位置 它就有点这种 趋利拐弯的感觉了 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因为这种围编 非常的经济 很便宜 如果是那种铝的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铝的就要贵很多 大家看到这个围编呢 是我去年做的 日本花园的围编 实际上这串石头 更主要的作用是装饰 它不是真正的 作为分界的作用 因为它中间是有空隙的 如果这样呢 它实际上不是一种真正的围编 那么如果要做这种设计呢 就是边缘呢 你还需要用 要么是那种塑料的 这种草坪边 要么是这种金属的 把它把草坪和这个石头花园隔开 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草呢 不会长进去 整个景观呢 就非常的整洁 好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盔甲石的围编 那么这些盔甲石呢 是我去年跟一个那个private seller 跟一个私人买来的 因为现在实际上 这种盔甲石如果你去货厂买的话 还是蛮贵的 我这些盔甲石 还有那边两个花园 大概用了 应该是两个skate 大概有多少块 像这些盔甲石大概有三十多块 如果你去料厂买的话呢 一个skate大概要七百到八百 还是蛮贵的 这个呢 我一共花了五百块钱 跟私人的seller买的 因为现在呢 很多人呢 他改变这个花园的设计 那么有的人有这个盔甲石 他突然又改变设计了 然后他又不想要了 那么他们会post出来 把这个卖掉 有的甚至free的都有 因为这种盔甲石呢 实际上它本身的并不贵 但是呢 它的运输和操作的成本 非常非常高 因为这种石头是非常重的 那么盔甲石呢 像这种呢 我用的这种呢 基本上是最小的一种size 大概是一尺见方的 那基本上 作为这种都市的住宅呢 这可能也是你能采用的 最大的一个尺寸了 首先一般都市住宅院落呢 不是很大 如果你用太大的盔甲石的话呢 可能不是太匹配 另外呢 太大的盔甲石 handle领起来呢 非常非常的困难 你需要大机械 要么用吊车 要么用那种插车 或者那种挖掘机 把它放到位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一般家庭的庭院呢 你首先存在一个access的问题 就是说你很多大机械 你不一定能进得来 另外进来以后 会把你草坪破坏掉 所以这种size呢 是比较适合的 另外这种size 是你可以用人手来搬动的 只要你有合适的工具 像我呢 是用这种兜里 来把它放到位 然后我装安装的时候呢 也是跟做日本花园一样 用了一个做了一个支架 然后用了一个hoist把它吊起来 吊起来以后呢 然后把它放到位 最大的困难就是比较重 就是地基呢 可以稍微放一点 这种小石子在下面 基本上就可以了 因为它很重 所以一般它不会动的 盔甲石你设计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根据你自己的审美 因为每一块都是不一样的 它不像是那种工厂 做出来的石头 非常规整 这样呢 你一块一块meet的时候呢 尽量找它那个立面比较 比较能够match在一块的 这样呢 可以把这个缝隙呢 尽量的减少 那么它实际上一块一块之间 它是不能完全做到严丝合缝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看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包括市政的 有一些工具 他们就做了一些防草布 Landscape Fabric 把这个土呢 就挡在里面 那这种呢 当然也可以 那么我的做法呢 我是调了一些mota 就是灰泥 把这个缝隙之间呢 把它堵起来 这样呢 实际上 从外表看呢 中间有一些缝隙 实际上在里面呢 灰泥都把它堵起来了 这样呢 我觉得会好一点 这样这个土壤呢 不会出来 另外呢 灰泥的强度呢 比防草布要大得多 灰泥的强度 小衣服 好 我想大衣服 只要是用胸口 一天 如果與胸口 不像 在胸口 就要洗乾淨 這樣才會洗乾淨 潔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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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